请接牌 虽然要深耕高雄 国民党三位部分区立委 包括柯志恩 陈金辉与林倩奇 共同在党部开了联合服务处 周日正式接牌 我们这三位都是跟高雄 有很深的一个渊源 如果说你这三位里面 再加上另外一位叫韩国瑜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问题 那韩市长还有特别跟我提到 他未来当立法院的院长 他也会多到高雄来走动 千万不要设在高雄市 国民党的党部里面 因为现在的立法院长 早就应该超乎党派 超乎所有的政党之外 曾经与高雄也有渊源的 立法院长韩国瑜 怎么没有一起开服务处 可真笑说要放上韩国瑜 变成三加一完全没问题 三年后市长的选举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 现在就是把这个 立委的工作把它做好 还事实上以前在当主委的时候 他也没想过他要选高雄市长 问到是否预备好角逐 2026高雄市长柯真 斩金截铁说 不知道绿营欢迎国民党 在高雄扎根直言 这凸显出国民党 长期在地经营不足的问题 我想不要沦违 只是为了国民党 未来在选举上的布局 而所做的政治动作 跟表演而已 布置柯真要展现 在地母鸡气势 另外两位部分区立委 也都与高雄有渊源 陈景辉的妈妈 是现任高雄市长部主委 黄昭顺 而另一位林倩琦 担任过阳秋夕时期的 高雄县文化局长 我跟我母亲的专场 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对于他已经会的事情 我现在也正在疯狂的学习中 期待我们在高雄继续的耕耘 我相信未来高雄一定会 蓝天再现 我们未来也期盼了 柯智恩跟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能够继续来支持高雄的建设 让高雄持续进步发展 国民党想在高雄突破蓝绿较劲 就从地方延伸到中央 女士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在那个当中为大家做好这个努力 那其实 谢谢大家